贊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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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上白衣手拿性别平权看板喊口号 宜兰市民和县议员上街发起游行 就是要声援被性骚的女消防员诉诸该被检讨的不该是受害者 今天跟朋友然后也有跟家人还有跟孩子们一起来 我们希望帮女消防员发声 因为我们觉得她受到非常不公正不公义的对待 因为我想要为下一代争取两性跟平权的生活环境 民众加入游行队伍苏澳镇长也到场声援 大家替受害女消防员发声回顾5月25国民党宜兰县议员黄玉宜 在议会质询爆出的歧视言论 舆论炸锅却坚称自己没说错到四天后只发表书面道歉声明 实力党团邀她6月1号公开沟通人也没有出席 我们仍然等不到她的电话或等不到她的有意愿的沟通 时代力量发起罢免截至3号早上8点已经有181人联署 黄玉宜也只给书面回函声称不免沦为政治操作 女消防员受到骚扰案件 消防局将重启召开会议调查 民众也跟着走上街头声援 就是希望两性平权能够受到重视 三地区认为黄国瑞文有联一来 是